欢迎回来 大家关心的改革年金问题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今天邀请了各部会 进行年金制度改革专案报告 对于要采取何种方案 改革召集小组秘书 尹启明表示 个人没有成见 还是要听取各方的意见 各部会检讨年金改革 提出报告 会议才刚开始 就对身兼年金改革小组召集人的副院长 这样一话 应不应该出席有不同看法 随后又因为政院计划 延后公布改革方案 遭到在野立委批评 而年金改革小组秘书长 因启明背询时 在野立委则是把焦点 锁定在举办国事会议 并要求银启明说明改革方案 这个任何人来执政 都要面临同样的严重困难 明明是有准备 明明是有改革小组 我们党场也有改革小组 我自己当招集人 那2000年到2007年之间 改革哪一个部分 改革哪一个部分 你要采用现在保护原则 还是要从现在就开始改 这个我们整体在评估 因为实际上 这里面包括正法意见 这个有正法意见 你怎么改革 这个学者专家都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们要把它收集起来 我们来整体来分析嘛 你心目中认为应该怎样 我心中没有固定的 呈见在那个地方 我们必须及时广义 你改革没有方向 及时广义来做 对于各部会提出的报告 没有重点 立委相当不满意 批评政府改造空洞 也让年金改革 成为立法院攻防焦点 新唐里的电视 林家伟 柳姿营 台湾特别报导